今天我們聊的是路跑 就來考一考大家 對於路跑的嘗試了解多少 兩位來賓面前都有號碼牌 那麼稍後請兩位舉牌作答了 馬上我們就來看第一題 路跑當中哪一個姿勢是正確的 選項有四個 就是握拳 抬頭 重心 前傾 還有腳尖 跑步 這四個選項 哪一個路跑姿勢才是正確呢 兩位都很專業 應該可以告訴我們正確的答案 兩位請舉牌吧 好 都是選三 答案是正確還是錯誤呢 蛤 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就答案是正確的 兩次都答對了 重心要前傾 就是跑步的時候上身要稍微上前傾 利用地心引力 可以帶動全身向前運動 好 兩位真的非常專業 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題 題目是什麼呢 馬拉松的賽前 不宜吃哪一種食品 在比賽之前 最好不要吃蛋白質 還是不要喝運動飲料 或者是避免吃到糖類或是脂肪呢 到底哪一個食物 我們最好是不要在比賽前吃 兩位請選擇 選項有四個 都選四號是正確還是錯誤的呢 又答對了耶 答案就是說不要吃脂肪喔 因為脂肪不容易被消化 另外呢 辛香料的食物比較刺激 還有果汁也都要避免要提醒大家了 好 我們繼續來看 最後一題也就是全馬 就是全程馬拉松 這個距離是幾公里 剛剛我們提到半馬 不過全馬你知道嗎 應該是乘以兩倍吧 我們再猜這樣子 來 答案有四個選項 兩個都取得很快 都立刻選二 42.195是正確還是錯誤呢 非常專業 可能題目對兩位來說太簡單了 第三題的答案是42.195公里 是全程馬拉松的距離 好 我們到這邊呢 再稍微休息一下了 剛剛提到了很多跑步的一些知識 那麼大家對於那個挑選 適合自己的跑步賽事 應該有些心得了 如果想要自己先練習路跑 哪些地點比較合適 還有該怎麼樣 才能用合理價格 買到能夠保護腳步的鞋子 這些相關裝備呢 聖誕節目我們告訴你 好 好 好 by bwd6